美国和加拿大从2月27日开始 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 白宫给联邦机构30天的时间 来停止使用这一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以实施国会12月批准的禁令 这一禁令在执法、国家安全和研究方面 规定了有限的例外 由于担心用户的数据安全性和该应用程序 可能被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观点 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 受到了西方政府的侦查 该公司驳斥了这些担忧 并将禁令称为政治剧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 美国过度扩大国家安全概念 利用国家权力打压别国公司 在加拿大 总理贾斯丁·特鲁多说 针对政府设备的TikTok禁令 可能会向广大民众发出信号 特鲁多说 我想随着政府采取重要步骤 告诉所有联邦雇员 他们不能再在工作电话上使用TikTok 许多加拿大的企业和个人 将反思他们的数据安全性 并做出选择 此外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 上周也禁止其员工 在工作电话上使用TikTok 美国劳工部日前宣布 该部门调查发现 美国一家食品卫生公司 非法雇佣上百名同工 从事危险工作 据介绍 总部位于威斯康星州的 包装卫生服务公司 是美国最大食品安全 卫生服务供应商之一 美国劳工部调查显示 该公司雇佣至少102名13岁至17岁同工 从事危险工作 让他们在阿肯色 克罗拉多 印第安纳 堪萨斯 明尼苏达 内布拉斯加等八个州 13处肉类加工厂上通宵夜半 调查人员还发现 这些儿童工作时 使用危险化学品清洁 被锯 胸骨锯等肉类加工设备 至少三名儿童曾受伤 该公司已就非法雇佣同工行为 支付150万美元民事罚款 美国违反同工规定的情况激增 原因是企业未解决员工短缺问题 不惜非法雇佣未成年人上夜班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 2022年 违反同工规定的行为增加了37% 劳工部发现的 非法雇佣的未成年人数量 从2819人增加到了3876人 联邦法律禁止14岁以下 未成年人从事大多数非农业工作 即使过了这个年龄 许多州也严格限制 未成年人可以从事的工作 通常禁止他们在在校期间 晚上7点之后轮班 或者要求他们有工作许可 许多被剥削的同工 据信是非法移民 尽管劳工部官员表示 他们没有追踪受害者的移民身份 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燃气价格 南加州天然气公司SoCalGas 2月27日宣布 拨款1000万美元帮助客户支付燃气账单 提供免费食物援助小餐馆 SoCalGas表示 向燃气援助基金提供500万美元的资金 为符合收入条件的客户提供一次性400美元的赠款 如果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年满55岁或以上 则可额外获得100美元 最高补助500美元 此外 那些面临某些经济困难的人 可能还有资格获得额外的赠款 民众可登陆SoCalGas官网 查询并联系您所在地区的非盈利组织 此外 SoCalGas表示 它将通过仓馆关怀任性基金 向小餐馆老板提供100万美元的援助 该基金于2021年启动 旨在帮助小餐馆进行改造 留住员工 管理债务和不断上升的成本 民众可登陆restaurantscare.org进行查询 SoCalGas还宣布将捐款400万美元 重新启动其广受欢迎的 为我们的社区加油项目 为面临食品无保障的加州人 提供免费膳食和杂货 2月27日 中国国务院印发了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全面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 规划强调指出 加快5G网络与千兆光网协同建设 深入推进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 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 大力推进北斗规模应用 推动公共数据汇聚利用 建设公共卫生 科技 教育等重要领域国家数据资源库 释放商业数据价值潜能 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 开展数据资产计价研究 建立数据要素 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机制 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农业、工业、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 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 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 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发展数字健康 规范互联网医疗和互联网医院发展 普及数字生活智能化 打造智慧便民生活圈 新型数字消费业态 面向未来的智能化沉浸服务体验 早前中国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 正持续多元化 如今数字中国的布局提到 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 进入世界前列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